台灣海巡艦艇行駛在海上 後方艘舟國海警船緊跟在後 情勢一度緊張 因為不久前中國在驅離我方漁船 四艘中午十二點多 一艘澎湖級漁船在攻海作業 發現四艘中國海警船正在廣播驅趕 立刻通報求援 海巡署獲爆後派出兩艘三艇火速抵達 現場只剩下兩艘海警船 海巡廣播這裡是本國級漁船作業海域 勿干擾作業 對方一聽也反擊 這裡是中國執法海域 雙方一度對峙 事後台灣漁船陸續平安離開 中國頻頻去港五方船隻 三晚晚間八點多 一艘漁船往澎湖馬公的西北方六十里處 被中國海警船使用探照燈干擾 並步步逼近 甚至還廣播恐嚇台灣漁民不要命了 其他漁船聽到消息後 漁都不敢捕了 趕緊回港避風頭 海域列為巡護重點 依護移情物標準作業程序 掌握海域情勢及潮溫波動態 澎湖一船大今晚八十八號 二號晚間被中方強壓帶走 人都還沒回來 想要不斷發生驅離事件 雨明人心惶惶 海巡將加強巡逸 不讓中國肆意妄為 三天宣文網網 歡迎黃聖傑朋友商務報導